皮肤科主任教护肤 第一期洗脸片 先调整水温37度左右 有些姑娘喜欢洗澡用花洒葱脸 洗澡的水温本身就高 加上花洒水压伤害皮肤屏障 然后先洗手 手上的细菌很多的 白天呢就用温凉水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记重点敏感肌是泼洗 不要蓬点水就开始搓健康皮肤 适当揉一下T区这些容易出油的地方 晚上呢同样的洗手洗脸 选择氨基酸或者APG表活的洁面 油皮适当用皂肌的洁面 一个腰果大小就够了 再手心起泡 然后分区上脸 我们经常这样搓 边边角角都没有清洁到 容易长黑头粉刺 额头鼻翼下巴 适当按压揉搓 脸颊呢稍微戴过一两次就可以了 赶紧洗掉 拿个洗脸巾盖张按压的方式 让毛巾呢去吸走脸上的水分 这样擦脸是最不伤害皮肤的 洗完感觉不紧绷也不油腻 这样的洗面奶就比较适合你了 洗完后立刻上护肤皮 减少水分流失 对于一些比较精致的姑娘呢 你可以选择过滤后的水来清洗 水质对皮肤也是有影响的